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们是白色之声 我是Dear Nana 本周多做不会有错 科士府细节做到完美 以下是科文哲9月30号至10月4号 一周试剂 本周一 因米塔台风来袭 科士府第二灾害应变中心首次开设 科文哲在房台工作会议上表示 凡事都要有备员系统 以前房载应变工作 都是在第一应变中心开设 这次第二应变中心开设 就是希望在这边测试 今天第一次开设结束以后 要照过去的惯例 一样要写检讨报告 因为这个跑一遍才知道缺什么 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SOP 但是有可以持续精进的SOP 永远不要把国家市政沦为单一系统 永远都要为我们的政策留一条备源之路 本周二 台北事务所代表找田干夫即将卸任离台 台北市政府周台竹大使参加欢送仪式 朝野一致 欢送日本大使找田先生 对台湾有利的外交官 无论党派一致欢迎 纽西兰德国驻台代表等 我们一致祝福 在台湾 不同的政党有不同的理念 但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我们希望在外交上可以不分朝野 口径一致 在外交上合作推进 本周三 柯文哲对前日南方澳大桥断裂仪式发表看法 台北市一共有307座桥梁 许多桥梁甚至是交通热点 公务局每两年会针对重要桥梁进行结构安全检测 需要改善的地方就进行补强 除了两年一次的定期检测外 如果发生4级以上地震 公务局也会立即办理 地震后检测 并需地震后三日内做成地震后特别检查报告 去年交通部评建各县市政府桥梁维护管理作业的执行情形 台北市在桥梁检测及维修作业评建都是六都之首 这不只是我们认真工作的成果 也代表我们重视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希望大家都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安居乐业 本周四 柯文哲宣布 宠物保险正式上路 这几年 我们努力推动建立一座动物友善城市 为了实践领养不弃养 今年7月到明年底 来到台北市动物之家任养宠物的四主 就赠送一年份的宠物保险 预计将会有超过1500只的任养犬猫受惠 越来越多业者推出宠物保险 就是希望更多毛小孩 可以受到人性的对待 透过保险制度 不仅让四主不用负担过重的医疗费用 守护宠物健康之外 也可减少弃养的可能性 本周五 柯文哲出席 南洋北流计划的108学年度欢迎会 台北市推动南洋北流 台北市ICT南赞人才会流计划 南洋北流计划是2017年 他去马来西亚跟印度访问 发现印度人口大概再过几年就会超过中国大陆 变成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 有时候台商在印度推动产业相当困难 因为印度还是有很特殊的文化 台湾的产业要进入印度的市场 会面对很多的困难 在台湾高等教育 吸收来自印度的学生到台湾 等他们毕业以后 就可以要求这些留学生在台湾企业工作 如果这些企业能够到印度开场设定 这些留学生就可以在当地工作 以上是课文者9月30号至10月4号 一周世纪 我们是白色之声 我是Dear Nana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